不管是美中的贸易大战 亦或者是上个礼拜 看到了英国脱欧 这件事情也来翻云覆雨 把整个英镑 这个急扁的这个状况 真的是又再度的干扰 全球的资金 所以这个明汉也要先来 帮我们看一下 到底在美元强升的 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大家现在 都把避险的资金 放到美元去呢 是的 这块来讲 确实目前市场在 整个焦点是在这里 只是说跟大家提到 这未来一个月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其他的未来的利空 刚才提到英国脱欧 确实会在所谓的12月 后续来讲会有 陆陆续续的进程 那我们之前就有看到 从12月一直到明年 我们农历年过年之前 这两三个月的时间 其实他们要经过 他们的议会 甚至正式开始脱欧 中间还有所谓的过渡期 其实认为说 这个新闻面后续来讲 版面从下个月开始 会持续的增加 重施在暴障杂志当中 是的 到底后续 到底是这两个哪个大 觉得其实都还蛮严重的 那只是说有一个 大家没注意到 就是意大利的一个部分 其实近期来看 这个意大利的 这个殖利率的部分来讲 可以看得出来 很明显 也在标 对 这个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欧债 大家回想前几年曾经也讲到 意大利的购物灾 对 那这一块来讲 在这个礼拜13号的时候 意大利去乘上 乘给这个欧盟说 所谓的后续的预算案 简单来讲就是 他欠人家钱 那这个就是给债主说 我以后要怎么赚钱 我以后要怎么花钱 那希望债主能够同意 那所以今天严格来讲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三个礼拜的时间 让欧盟看这份报告 所以这样推算来讲 大概在12月初 欧盟就会有个决议到底 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法案 可是欧盟现在看起来 之前是不太满意 他这份报告的 对 是 是 所以确实风险偏高 如果万一12月 结果是欧盟不接受 那就是给意大利 很大一张罚款 那不接受会怎么样 就是很大一张罚款 然后他就已经没钱了 你再给他罚款 所以这个市场上的担心 就会明显地增加 所以大家不敢把钱 放在意大利相关的商品 对 所以意大利这个殖利率 就会明显地往上窜身 那大家也许会提出来说 这个台湾在意大利的曝险 相对来讲是很低的 对 还好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 是 但是国际的股市 一定还是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所以跟大家讲 后续来讲 确实是利空笼罩 那最重要的观察 其实我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回归就是美元 因为其实呢 大家 我每次常常跟投资人讲 美元非常重要 现在常常第一个直觉就是 我不投资国外商品 其实跟大家讲 这个不是国外商品的问题 它是一个先行指标 因为呢 跟提醒大家 只要美元强势 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 国际资金非常的恐慌 那恐慌的情况下 恐慌 第一件事情 你到底是要买0050的股票 还是要买中小型的股票 大家一定会往0050去寄 那相对来讲 你会发现0050的个股 相对比较强势 当全球有问题的时候 到底国际资金是要买新台币 还是买美元 应该蛮清楚的 我懂了 大家一定会资金往美元跑 所以其他的资产 反正只要一有风险 全世界的资金就先往美元跑 所以美元指数会上攻 会上涨 所以投资朋友不要以为自己 没有投资美元 这个美元指数跟你就没有关系 是的 所以刚刚提到 后续三大利空 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一下 尤其我们最简单 就讲到回归中美貿易大战 一下说没事了 又大涨 然后突然又说 我不理你了 碰 又暴跌 所以大家很难去 真的精辟的分析 那大家花了很多时间 在也许在网路上 爆章媒体去寻找说 这个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到底有没有关系 看美元就对了 跟大家讲 其实看美元就好 OK 所以美元只要持续涨 市场上就还是相对恐慌 对 那如果以这样的情况来讲 台湾有哪一些产业 可以避开这样的风头吗 OK 这一块来讲 我们跟大家提到 那既然这么恐怖 还要投资吗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 很正确的观点 很重要的观点 现在是11月底 我们再来 这个封测产业的部分 是相对比较 保险的一个状况 那也许呢 这个以前在投资业 我们老板常常讲的 你要买保险 我干脆放银行最保险 先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在封测产业前 我们先看到这个 我认为后续来讲 可以相对乐观 给大家看到 这每年台股呢 最好上涨的机会 这10年来 100%上扬 就12月 那这个问题 我以前 台湾来讲 它有2月过年 7月是除全息航行 那12月我就觉得不太 觉得很纳闷 后来我看到 国际的指数的走势 你会发现来讲 这个国际的 所谓的12个月的 一个平均值 其实它在 会去掉所谓的农历年 跟所谓的 初全息航行 但12月是 全世界都会涨 所以不仅台股 甚至全世界的航行 在12月份的航行 上涨的几率 都是很高的 对 那最主要就是 年底的 大家会相对乐观 所以我认为说 在这里应该布局一些 相对比较熟稳 但后续还有机会 持续上工 这是国际世界指数 12月是全球最好的 一个表现 也是8成 对 他们是12月跟9月 幅度是 对 幅度是最好 9月是所谓的 所谓反校草 但台湾好像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 刚刚提到 这个封册的部分 是 目前来讲 是很好的一个部分 那财报的部分 整体架构是优于预期 那我觉得财报是过去式 后续最重要在这里 本来第四季是淡季 但今年的说法 特别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所以台湾厂 绝大封册 大部分都在台湾 并不是在大陆 所以造成一个现象 原本要去 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大陆 大家要去那边封册 发现 那边要睡惊 那不然就来台湾 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变成有转单对象 所以本来是淡季 变成反向变旺季 所以认为提到 两党相关个股的部分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新权跟南茂 其实都很明显的现象 就是目前开出来的财报 前三季的数字 明显都已经比去年同期 要来呈现大幅成长 这个就是转单效应 目前已经在持续发酵中 而且刚刚再次提醒 过往第四季是一个淡季的情况下 公司在法说会反而提到说 第四季会比第三季还要逆势成长 所以在这一块来讲 股价都呈现比较温吞的上扬 但是我们提到 目前股市虽然震荡 那相对有撑 后续12月的年底 做梦行情来的时候 应该都还是有强势表现的机会 好 所以如果连公司 都出来挂保证了 那除了风策之外 还有哪一些第四季 产业能见度也比较高的 能够成为您现在的投资首选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 再来追踪